欸 你化一個底妝這樣子 對嗎 如果今天我是這樣子化妝跟你出去 你這樣子的步驟 這個速度下去 女生化妝要兩個小時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FreshSatia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還有這位 男友 好 然後呢 會覺得 欸 為什麼我現在戴著這個狐狸面具動作欸 不是 因為我現在 素顏 不好意思給大家看到 但是等一下 我要公開我的素顏了 那今天要挑戰的是 台灣男友幫日本女友化妝 沒錯 因為啊 我們在一起9年了耶 然後我從來都沒有給你化過妝 在日本有很熱門的系列 就叫做 挑戰給男友化妝系列 然後這邊呢 日文教學一下 日文叫做 男友給你化妝 來 你來唸唸看 男友給你化妝 你沒有唸對嗎 欸 你自己還不知道你沒有唸對 這太糟糕了喔 男友給你化妝 讓你化妝 男友給你化妝 讓你化妝 沒有唸 啊 沒關係 這個我們不就算了算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開始 將將 我們先從底妝開始嘛 這是化妝的基礎 而且呢 底妝是對本女生最在意最注重的地方 因為你只要皮膚看起來好 就看起來更漂亮對不對 不喜歡女生素顏的感覺 但是她又要化妝的感覺 蛤 要求好多喔 就是要看起來像是沒有化妝的妝 哦 可是我覺得好像男生都吃這一套耶 而且尤其日本男生也是 就是這種素顏風叫做 死冰夫 死冰夫 什麼死冰夫啊 什麼東西 死冰夫 整個好像聽起來好像中文喔 好 那我要來揭開我的神秘面紗 要揭露我的素顏呢 不好意思 呃 好 呃 好 不好意思 啊 你不要再一直看我 好 我已經準備好要給她化妝了 那個體外化 這個台灣的路上好多呢 什麼公車上啊 都是直接用這個走在路上喔 我超驚訝的 很 文化衝擊 那這邊呢 就是有一般女生畫底妝 大家會希望用到的東西 你看一下這邊 你知道什麼是什麼嗎 就像這樣子 欸 你不要 他們打片子清潔的東西了 沒有 這個是那個什麼 只要女生化妝應該都知道 就是紫村秀的粉底伸刷 它被譽為伸刷 因為它面積很大 很好刷又會很快的這樣子 這是隔離妝嗎 喔 欸 你還蠻有 你還有一點脂肪 那個外觀應該看得出來是幹嘛的用途嗎 還看不出來 真的假的 有聽到 我問男性各位 欸 那個他說 他看不出這是什麼東西耶 真的假的 這不是很明顯嗎 那這個都玻璃就這樣子 我以為這個是最好看得懂的東西耶 結果 真的喔 真的就是那個粉底液而已啊 而且你不覺得它膚色的嗎 你乾淨也看不出來 這讓我很驚訝耶 這個 我也不曉得 就是化妝前的那個保濕 就是因為保濕要做好 才不會妝會裂掉啊幹嘛的 那所以你 你排列順序你知道怎麼用嗎 應該是先用隔離霜 是喔 那這個 這個保濕的耶 然後再加這個粉底液 然後最後這個上膜 啊 上膜 女生的東西真的很多很麻煩 一般的那個這種保濕啊 化妝前的噴霧跟化妝後 那種什麼磁中的噴霧又不一樣喔 我覺得這個計畫很棒的是 在座的各位男性友人們 都可以知道 當女生到底有多累多辛苦 等你出去約會 那女生很偉大喔 你知道嗎 那我們廢話多囉嗦就趕快來開始吧 來 那你還記得剛跟我講的順序 你要先幹嘛做我幹嘛 不是按照我的順序喔 不是啊 我怎麼要按照你的順序 你的順序是錯的耶 那現在不是我幫你的話 我不能 我不能按照我的順序喔 不要 我覺得你會失敗 所以你先聽我的 就是你先幫我保濕 啊 你不是說這個 啊 你這個你先幫我咬一下 然後就知道 男生真的很不順手的感覺 你這樣碰到後骨胖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噴好奇怪耶 那他又怎麼噴 不是 他可以遠一點 然後就是噴一下他就會 因為整個面積很大 可以整個他旁邊趴到我 整個都噴水了 我沒想到光看這個 保濕吞味就這麼有障礙 這個原本他物很細 他不用拍打 但是因為現在他靠我太近 我得拍打 欸 但是是不是要給你拍才對 好 那我 日文教學一下 這種拍打的動作 日文叫做 但是跟那個 欸 你幹嘛 我好鼻孔那好煩喔 用巴掌打人 的話也叫 就是像這樣打他巴掌這樣子 這個也叫塔塔格 中文的打 可以講塔塔格 但是這種輕拍 拍也是塔塔格 欸 等一下 你這個也要咬一下 因為很多女生的那種 有防曬系數的東西都要咬一下 欸 覺得你有塗均勻嗎 我覺得沒有均勻 他好像沒辦法塗均勻 喔 不是 有人在這樣 你在補牆麵喔 欸 你就弄我的嘴巴了 你的 好像在抹那個牆壁的那個 那個 空克力斗 好像那個水泥 水泥牆一樣 我們講說女生在化妝 就是在洗下去啊 欸 我沒想到你現在就有障礙了 我覺得我一直在吃到這個 化妝品 顏料 啊 幹嘛啦 你很奇怪耶你 喔 他被氣死了 好煩喔 你難得可以持續看化妝品 我不要吃啊 好煩喔 怎麼會有這種男友 好煩喔 我今天根本 一開始我說要來化妝 現在根本好像你都是在其中耶 我是很有技巧的 是有嗎 我的化妝很有潔分 你看你光塗這個葛璃酸 就都要幫我塗幾分鐘了 我想要幫你塗均勻一點 我一直給我吃 我覺得我現在臉很奇怪 一直被 一直被往下拉 又被往上拉 就是到底什麼 到底 你剛剛是 要弄一下 是以為好像有在化妝 奇怪 那這樣怎麼知道用到它啊 蛤 你不知道嗎 對啊 蛤 為什麼會不知道 剛剛不是說了嗎 這個不是也是要用什麼 因為 就是粉底液啊 用這個刷子推開 就是我覺得可以很快 但這個不會流下去喔 我現在不知道你的這個問題點在哪裡 那個女生聽不到男生的疑問 這個就這樣子 這樣用嗎 喔 你的意思就是直接塗在這上面 我一般是塗放在手上 然後用手沾取在這樣 我不會直接擠在上面 我直接擠在這裡 然後粉底液你也要搖一下 其實女生很多東西都要搖 一個早上都會搖幾瓶東西 要多少 這樣 你好啦 我都被我的粉底液拿 你看一下 這樣很多啊 這樣看得到嗎 對啊 這樣子一坨 那我要整個壓下去嗎 我不知道就隨你了 我現在也看不到你在幹嘛 好 我覺得我還要驗收 還沒還沒 還沒我還沒塗均勻 你換一個底妝這樣子 對嗎 如果今天 我是這樣子化妝跟你出去 你這樣子的步驟 然後這個速度下去 女生化妝在兩個小時了 女生也化妝在兩個小時 你在笑頭你已經幹嘛了 你不要動啊 你練好像用的很奇怪 你這邊這個刷得真的比較好用 用手沒有比較好用嗎 怎麼樣 都已經給你所謂的神刷了 然後你難道你也沒辦法畫好 跟你講對交接觸 臉跟活的交接觸也要畫到 嗯 專業了 什麼專業 你早在這邊自以為了 不行不行 我覺得那個 這裡接那個什麼 你再畫下去 你真的那個 女生出門要兩個小時了 我現在在 我就要驗收 好 因為他實在是畫太多時間 在畫我的臉了 我們剛剛這樣子喔 隔離雙粉底液 他大概就花 快二十分鐘 喔 他眼妝還沒完成 因為你底妝都還沒畫好 怎麼可以畫眼妝 我先來驗收一下 好 我的天啊 等一下 欸 我覺得很醜耶 好 你看第一點 這個鼻子 這個鼻子凸成什麼樣子 然後你看有些那個毛孔都沒有 沒有 因為我剛剛那邊 是真的要再繼續補牆啊 啊 你就不讓我弄了 不是 你動作太慢 然後 然後再來這邊你看 這邊 這個 這個線是怎麼回事 這個線怎麼回事 這個第二個地方 沒有 我就覺得 那個刷子沒有很好 然後你看 第三個 這邊 這邊根本也沒塗到 第四個地方 你看法令紋 超級誇張的 你看這已經有四個鏡頭 撥均勻了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不是是你鬧你的問題 我自己本來才沒有這樣 然後第五個地方 你看 你的這個眼頭 你看 就是到底有多多均勻 在第六個地方 就是整整臉的問題 整臉就是很醜 就是看起來就是 很明白嗎 然後 就是都沒被塗均勻 然後 喔 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真的沒辦法見人啊 我覺得這個不行 我覺得是那個刷子的問題 不是 我覺得這太可怕了 我不能 我不要再這樣給你繼續畫 我決定先卸妝 然後我換個東西 就是全部重來 全部重來 不行不行 那我換你卸妝了 沒有 我自己去卸 再見 我覺得這樣子我會看不下去 好了 我卸妝完了 我覺得好累喔 現在 又打回原型了 我又變成素顏了 因為其實女生化妝的東西 那麼多 女生自己都會搞不清楚了 然後我原本是想要給你走正規的 大家化妝的步驟 但是我覺得太困難了不行 所以我現在改換這個粉鑽瓶 給你作弊一下 就這樣 它很方便是 你連前面的這個保養的步驟 都可以省略掉 就直接塗這一瓶就好 粉底就搞定 只要用了這一瓶 那這個剛剛其他的 它都可以省略掉 所以這個可以 超級快速的上妝 我每次出門很趕的時候什麼的 我都是用它一瓶搞定 你剛剛看不見了 這瓶都有 因為女生啊 有很多人 這個粉底都會用幾個牌子 不同的輪流 因為可能天氣啊 或是什麼需求不一樣啊 那我就會有幾個輪流來用 那它有不一樣顏色的嗎 其實你剛才講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粉底真的一般很多顏色要挑 那這個它不用挑 就是適合我們一般亞洲人 明亮好看白皙的膚色 所以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可以耶 我這種顏色可以嗎 可以就是它會很提亮很自... 對啦 你剛剛前面講到不是剛剛講素顏風嗎 來考考你日文你記得嗎 就是可以打造出好 那你本身就是氣色很好的那種效果 對 對這個可以打造 什麼 Sumida 什麼 Sumida 怎麼變韓文了 素顏就是 素顏風 就是你剛才講的這一個的感覺 所以就可以很適合每一個人 就不用挑色 好就是我們就是簡單簡單簡單 好 那剛剛那些都通好不要我們重來了 那這個是台灣很厲害的牌子喔 品牌叫貝朵納 然後正確名稱叫做 HD 智慧 光感 粉底 乳霜 然後它俗稱叫做粉鑽品 它只有HD 沒有4HD 好煩喔 就是會有綽號就是因為 那個台灣的這種化妝品啊 有超多綽號的 就像那個什麼什麼亞斯蘭在小中品 會不會連你都有聽過 飛機上的免稅 免稅 免稅 我最大的智商沒有辦法會使用 對對對 就是有那種很有名的產品 它都會有一個綽號 然後它就叫粉鑽品 它這個質地很特別喔 你看這個 好像可以吃 什麼叫可以吃 這樣子 那種冰淇淋 它雖然是粉底液的功能 可是它的質地是很輕盈的乳霜 它是一瓶保養型的日霜喔 這真的很厲害 好你趕快來 欸你們 你要幫我化妝的人 你為什麼在摳腳 等一下我會把你拍下來 我不是在摳腳好不好 你那就是摳腳嗎 我是腳後跟有點痛在按摩 什麼一樣 你可以洗手在幫我化妝 因為就是我有潔癖 就是一定要用乾淨的挖掃 我不會用手指去挖它 所以請你用 這個是它自己 這個牌子本來就有附的 好 這樣子夠嗎 好好好 那就是 因為它這個質地就是真的很像那種 Cream 就是很像那種乳霜 謝謝 對對對 就是這樣洗洗臉 就好了 因為這個牌子 我其實在前幾年的時候 有在IG跟臉書上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很厲害喔 它是化妝界的台灣之光 這個牌子的這個粉賺品啊 是巴黎時裝週的指定產品喔 嗯 洗洗臉 好 而且它這個很好的是 它不會一下就乾掉 就定 定型 它還很好修復修補 所以真的隨便塗都可以 如果 就是不夠就是再塗一遍 然後 如果太多了 就是稍微把它擦掉一下就好了 可以了吧 喔 好快喔 超快的 你看那個跟它手在洗一洗 就好了 好我來驗售一下我來看囉 好 欸 很好很好 有有有 這個才叫做真的好看的底妝嗎 你看連男友的纏手都可以幫我畫出一個 超均勻的妝 不到一分鐘喔 不到一分鐘男友也能幫你畫出 好底妝 超級均勻的 我真的都還記得我第一次用它的感動 就覺得怎麼那麼好圖 怎麼那麼均勻 超級好上手 嗯 很讚耶 氣色感覺超好的 你覺得如何 應該是我第二次有進步吧 不是 好我覺得我現在拍到這邊我已經心很累了 就是 那個我再稍微壓一下我的那個粉餅 其實就很多人會只畫這個 就出門那也沒關係 但是因為等一下還想要請你在畫那個眼影什麼的 所以我就是用粉去壓一下 我覺得我什麼沒有就是物運很好 我都可以遇到在那個領域真的很厲害的東西 而且還說我太有研究精神了 有各家的各種東西 我都一定要親自試過 然後我才會覺得感心 所以你到底花了多少錢在這些東西上面 可是不能說的秘密 你看 我現在畫完了 加上你剛剛幫我畫的不到一分鐘 我自己吐也不到一分鐘 就是你不到兩分鐘就可以這樣出門啦 底妝完成 終於啊 耶 你有沒有覺得可以了 現在是已經12點了 你是要出去買宵夜了 不是 我們太太晚開始拍了 我們沒想到 不是 這是沒想到光一個底妝可以被你搞這麼久 好 那我們終於可以進入彩妝的部分了 我先把你分好了 這邊是眼睛組 就是有眼影 然後眼線 睫毛膏 但我覺得睫毛膏非常害怕 如果點汗我覺得不OK 我睫毛膏就直接省略算了 然後再來就是眉毛 然後跟腮紅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唇膏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好 我交給你囉 這裡可以先用 用了 現在上面有紅紅的嗎 沒有 它只是用久了 在女生心目中可能說到腮紅就會想到NAS 它最熱邁的色號叫做 算我不要跟你講喔 我就是跟你講這個 你一定會跟我開黃牆 什麼 它的這個色號的名字叫做這個 就是高潮的意思 我看它的另外一塊 它的名字叫做生喉嚨 可是通常我跟你說 你先畫我腮紅 那也沒關係 我覺得你畫的方法很詭異耶 你不要畫那麼下面 好 你先畫我腮紅沒關係 但是通常以我的習慣腮紅 我是最後才會畫的 你的 畫腮紅方式好奇怪喔 你不是用刷的耶 是用在點的感覺耶 你好像在畫水才這樣對嗎 不要你高潮了嗎 什麼好煩喔 你不要在那邊現血炫脈 這是什麼 這是唇膏 唇膏 對 你可不可以先做好正式 唇膏應該最後在畫吧 我一定做好隨便摸 好 算了算了 好 你先來幫我畫唇膏可以 這樣對嗎 欸等一下 有看到嗎 它剛剛直接從我中間這樣畫 有人這樣在畫唇膏 不是這樣 這樣比較有效率啊 你這邊也畫兩唇耶 很奇怪 你自己抿一下 自己抿 這邊好像有點 你的右上好像有點太多了 喔 那那個什麼 其實唇膏它可能用手指頭給 暈開沒關係 真的耶 我聽說不是也有人可以用那個唇膏拿來 畫筛齁 欸 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知道 拿來的消息 好歹我也是有交過其他女朋友 傻眼 Heavy Rotation Heavy Rotation 是那個日本的牌子 這個是 美毛欄膏 欸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Excel日本的牌子 Excel的最有名的 美筆就是 一頭是美筆 然後呢 它這一頭是刷這個美筆給它淡暈的 然後它一定中間啊 它還可以拆開 它是美粉 所以它就是三體合一 可以像這裡 對 我怎麼覺得你拿的方式很奇怪 不過你是會畫畫的人 這個的話應該是先弄裡面嘛對不對 看你想怎麼畫你就怎麼畫 這邊要連起來嗎 像兩天看幾樣 不要你好煩 這是怎樣 這個 剛剛不是說就是 它可以輸 然後可以把顏色給輸淡這樣子 嗯 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好玩 我還好玩 這種 畫這種太不大膽 我喜歡大膽一點 很像 大膽一點很像什麼 像什麼 像小丑妝 小丑妝 所以你不用眉粉齁 不用也沒關係 怎樣 沒關係沒關係 不用也沒關係 我就就就看你 我所喜歡不喜歡加海灘 不喜歡加眉粉 好喔 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 真的 會被它反省 這個咧這個怎樣 這個就是拿誰 剛剛剛剛我是說了嗎 就是刷那個毛的顏色 就是去給它染色 但是不能刷到皮膚對不對 欸 對吧 最賣的不用 對吧就是不要刷到皮膚 那你這樣子你的眉毛就變色了耶 它本來就是要給眉毛變身用的用途啊 不然呢 不要動不要動 講一下日文 那個嘴巴的日文叫做 唇 唇 那種唇膏用品啊 就是唇彩 唇彩 就叫唇彩 眉毛就是眉毛 那眉電斗是什麼 眉電斗是我們好久以前的那個影片 欸真的 很神奇耶 人只要就是 不斷反覆的聽 然後你就會記得 因為那個眉電斗 很久以前那部片是你剪的 然後你都一直記得 這超奇怪的單字 眉電斗 自己紋眉 那你怎麼現在就在拿睫毛膏 我就這樣子從 這邊拿過來啊 我並不是這樣排給你 我只是分內 跟你拿什麼什麼 我跟你說 欸我覺得這太可怕 我一定要先跟你講 你用睫毛膏之前一定要先畫好眼影 好 都懂顏色要用哪一個 我跟你講喔 這個男生看到這個有 12個顏色對不對 他算中等多 他也沒有到最多的 因為沒有那種48色嘛 小時候那種彩色比 48色好像有點太多了 好那你趕快幫我畫 不是啊那我現在要怎麼畫 都可以就看你想畫什麼顏色 我就隨你了 等一下他竟然 第一個顏色就沾取了 最亮 然後亮粉亮片最大的耶 你真的是要很大膽耶 通常你以女生化妝習慣 這一種亮粉亮片 比較閃亮的 可能是最後的顏色才會去上這個 下面是什麼顏色 他很流行那種丟膏妝 丟膏妝都是 下面都是紅色耶 那個他他他口中的 所謂的丟膏妝 是前一陣子 就是日本有流行的那個什麼 兔子妝 就是兔子妝 欸我怎麼覺得你把我畫得很可怕啊 不要動 你不要動 就是那種 眼影用比較紅一點的顏色 在下面 然後就是有點像那個小兔子一樣 很可愛這樣子 你不是說你不喜歡 然後你也要不要畫呢 我會再用其他東西幫你衝蛋 為什麼我覺得你畫的範圍超奇怪的 那有人眼影會畫到 我整個眼窩都被畫到咧 這樣對嗎 眼影有人在這樣子用的嗎 好你看那個如果畫到這邊還會打鼻音 啊你幹嘛 欸你怎麼這樣好煩喔 不要動不要動 為什麼你這麼高了好可怕喔 我 我 我覺得很擔心 你幹嘛 這是什麼呢 不行好像 好像 對你看你真的笑得很爽欸 為什麼被我畫畫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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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推一下 其實我沒想到你還會有打陰影的概念 我想說就是這樣子 太麻煩了 雖然我平常會畫 可是我沒有準備打陰影的東西跟 就是這個筆給你 而且你打的地方你還會打那個筆下 欸我覺得你 蠻厲害的 你怎麼想要打那邊 沒有辦法你打個陰影出來 但沒想到這個顏色跟你的 嗯 你的皮膚不搭 哈哈哈 你現在像賽傷一樣你知道嗎 我現在像賽傷 哈哈哈 其實你知道嗎 女生還有韓國啊 很流行賽傷妝欸 為什麼 對就是那種故意畫賽傷 然後就是紅紅的 我現在不知道自己長怎樣 好可怕 好那那個睫毛膏你還要畫嗎 還是要放棄算了 你自己畫嗎 哈哈哈 好算了算了 那我們就那個啊 挑戰就 就解鎖嘛 反正就是不畫睫毛膏也沒關係啦 是是嗎 嗯 反正 已經爛掉了 蛤什麼 為什麼他笑成這樣 我覺得很詭異 欸 喔好像是有點誇張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太奇怪了 這個 我整個變得活生生的油畫人物欸 我覺得我就像衣服油畫 把那個3D的東西刻意要變2D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筆觸跟這個地方 那確實是女生會打印的地方 但可能是顏色挑不對 天啊 沒想到顏色不對會變成這樣的悲劇欸 好吧 我們今天的挑戰就到這邊囉 挑戰成功 沒有 這是失敗 沒有 失敗 那我們的挑戰結束了 來問問你的感想如何 我覺得我好像還是可以化妝的 蛤 竟然讓他有自信 大家覺得如何 再幫我評評理 你開始對化妝有興趣了嗎 我沒有興趣但我覺得我可以 很有自信欸 超自信ある 那個日文的有自信叫做自信がある 因為我覺得其實只要有底妝 就不用再繼續化下去了 喔是喔 所以你覺得其實底妝好就可以出門 對啊 那我沒想到你好像滿喜歡這個的 然後啊 這個粉狀瓶 它也有出這個迷你版 就是這個攜帶 可以攜帶的版本 有時候啊 大家是不是對我那個經驗 就是搭紅眼班機 然後你又不想要半夜再化妝 然後一大早出門 然後飛到哪一國 然後在那邊機場趕快化妝 我就那時候都會用這個粉狀瓶 你這樣子就覺得欸 好比較可以出門 比較能見人 好那今天我們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影片有趣的話 跟我們說感想 然後也按讚留言 幫我們訂閱 然後開啟鈴鐺 然後我們有其他類比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掰掰